欢迎大家收看我的Blog 今次我们讲星球大战第七步谷 原力觉醒 我今次找外援 我的同事也是一个星战粉丝 刘兆麟先生 Rich 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东西给大家看 今次也会用中文进行 如果你想我们的英语 有一个字符 按下标准 你可以按下标准 可以看到英语的字符 首先看一看 我们先讲讲那部电影本身 你觉得电影是什么样子 这部电影拍得很好 很仔细 而且有感觉 因为有很多感人的场面 你是谁 我是那位 好 亦都有旧的角色 有来自三十多年前的旧角色 和一些大家未见过的身边 一起放在一起 有气氛 所以作为一个星战 或者会觉得很窩心 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 会觉得整部电影都挺灿烂的 挺好看的 是 不过我就觉得 会不会有些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 我觉得 有些事情 不是解释得太清楚 例如 第一次命令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不太懂得 老实说 什么不懂 即是 它从哪里来呢 开始从哪里呢 不是 当然事后我明白了 我想 但是我要 之后 出了来 上网 再搜寻 我才知道 哦 原来第一次命令 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又不太明白 那你既然已经有 New Republic 那New Republic 难道没有自己军队吗 为什么 那些人 要走出来 自己成立 一个Resistant 而之后 New Republic 去支持他呢 而Resistant 其实跟之前Rebellion 是同一班人 同一班 转了名 转了名 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东西都很同 之前的六集 其实都差不多 例如 沙漠星球 为什么我不回去 Tatooine 来做呢 如果你说要 等人怀面回 以前的Star Wars 我为什么不回去 Tatooine 而是 要一个新的 沙漠星球 要叫他做 Jakku 基本上 很多的桥段 都跟以前的Star Wars 好似 新的大炮 基本上 是 以前Dead Star的放大版 很多东西 加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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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Ren 很多时候 又爬来爬去 好像以前 Obi Wan Kenobi 爬来爬去 其实很多东西 抄回以前 我的问题 其实就是 第七集 我们以前那六集 都写完了 光浪才俊 所以 第七集 基本上是布母 如果他真的 这样下去 甚至第八 第九集 也是 走回那条路线 的话 很闷 我不怕 这个我不怕 我不觉得光浪才俊 或者没有东西 反而反过来 为什么 因为 今次是一个reboot 就是 从上一部电影 相当前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 跟以前原本 是三十多年的事 你刚才说的第一件事 就是 有很多事情 不知道怎么解释 没有解释到 是一个迷团 因为 过去的 在电影里 过去三十多年 阿Luc 从二十三十岁 变成六十多年 就是八 中间真的有很多时间 过了 很多事情发生 他可能一部电影 未能解释给你听 另外就是 这一部 是一部 类似是 有一些reboot的感觉 可能 JJ Abrams 他又 怕得失一些粉丝 他想做一些 原本的感觉出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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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在接下来那两集 可以再解释 去拆解 这次大家很多事情 都觉得不明白 或者是未解释好的 迷团 我觉得是一个 铺 铺 卖一些关子 我不觉得 他是会 不够话 反而你之后那两集 会 大家知道那些东西 出来 那当然了 其实在某程度上 我又不能完全 打低他 打沉他 他里面的角色 其实有很多 都给我的感觉 他都用心思 对 很有心思 例如 Kairo Ren 《Sith Law》 他 给我的感觉 不是一个完全邪恶的人 不像以前 你说看Darth Moor 又或者 Emporer Emporer 那些 他给我的感觉 不是完全邪恶 他有点 他甚至有点 给我的感觉 有点得意义 例如 发皮 不断斩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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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对 对 另外 Ray 本身这个角色 我也觉得 挺特别 老实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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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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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未必太好看 其实太ideological了 不过说回头 其实另外一方面 Finn我都觉得挺好 因为他其实是 他有个耐心挣扎的 因为他最初是一个stormtrooper 然后他不肯开枪 整身汗 整身汗 没错 然后他见到Ray之后 他又不敢告诉他 他是stormtrooper 又起家 又怕 有时又说点不说点 他那个挣扎也是很有实感 很有实感 某程度上也是很有实感 有些人比较Finn 和以前的Hand Solo 有些共通点 以前Hand Solo是很坏格的 最后回来救了Loop和Layer Finn也是这样 他好像不是很坏 但他又不是坏格 他是很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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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走的 最后他又回心转移 他又找回那个勇气 回来救回Ray 这个也是有一些共通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George Lucas 较早前的报导 他接受访问 他说Disney 用40亿 买了他这个版权之后 很多东西都不听他指贴 不听他的想法 我购买了他们 我购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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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购买这些东西 他虽然事后 也就着这个言论道歉 但其实也引发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第七集算不算是 Cannon 《Star Wars》的正典 如果我是Disney 的话 George Lucas 他给我的想法 我真的有点害怕 因为他Pico 都被人罵得很厉害 特别是 《Star Wars》正宗粉丝 都罵得很厉害 所以如果我是Disney 我也有点害怕 不如用自己的方式去拍这部电影 可能会比较安全 拿到他的想法 听他的想法 不 我想 Pico 3集 没错 他有很严重的Flo 角色显得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锅言 наст的好感觉 只是许多不容易 对白 然后是平平凡凡凡的 当面是 你自己做的 你对他做的是 很개ですり的感觉 比高的 很简单 是非常简单 这是 discourse 谢谢大家 如果都是 直接只是过场 看一场場 真的 但是 首先 我想George Lucas 是负责执导的三集Pico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院长 那个院长甚至是比4,5,6集 就是30年前最Origion的那三集 因为它不仅是基于一个家庭 它是基于一个社团 所以这就是Liberty死亡的 我的鼓勵鼓勵 其实它刚刚南加州大学毕业之后 刚刚出来拍的第一部电影叫THX138 那一部电影 就是有些社会讽刺那种 我其实挺喜欢这样的George Lucas 因为那三集Pico是 就是看着整个旧的共和国 是因为严重的corruption 各种不同的审核之间互相争斗 商会,Trade Union 那些Blocky 引发大量的争斗,corruption 令到整个共和国崩溃 其实是很epic的 它的idea是很好的 它的idea很epic 但它只不过是没有那个能力去 execute这个idea 但是到了第七集的时候 我就觉得,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很多东西都很抄 重复了 重复了,是的 当然你刚才也回答了我 George Lucas很多idea都被Disney band了 其实会不会他想 第七集或者以后的第八、第九集 其实不过是一种借尸还魂的手段 拿个名字 但是其实做出来的Star Wars 其实可能是行尸走肉 已经和正典距离甚远 如果没有了一个vision 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不担心这个不担心 George Lucas的Pico 它是有vision 你刚才也说它是可能execute 或者最后拍出来的效果 对白的角色是肤浅一点 但是你说担不担心 现在第七集好像那些东西 换汤不换药啊 太相似 没有东西好说 或者是没有新意呢 其实我真的不担心 因为不过Disney是有一个很大的conference 它要决定究竟很多在正转和前转 拍完之后很多的小说啊 comic啊 很多的expanded universe的东西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星球打战粉丝 你知道很多的comic已经写到下去 Han Solo和Leia和Luke的孙子 但是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说到 Rae 不是Rae的身世 Kylo Ren 还没知道 没知道 Kylo Ren是Ben Solo 就是Han Solo的儿子 就是一代而已 其实已经是一个分叉了出来的 那星球大战间 粉丝会不会认同Disney 现在分叉出来的一个新的storyline呢 这个我们还没知道 因为只不过是第一集 但是带得出这个新的一集里面 无论是Finn也好 Rae也好 Pole也好 其实各个角色是有心机去做的 那相信很多的迷团 究竟Rae的身世是什么呢 未来的那一集都会解释的了 那我想看下去很多粉丝都会慢慢去接受 可能一时间很难的 因为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 但是要重新去接受一个新的world 需要一些时间 可能是一个alternative universe 其实基本上就是 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世界 我们大家都知道 英美苏赢了二次大战 但是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喜欢玩东西 整个平衡宇宙 平衡宇宙 就说纳粹德国和日本赢了大战 然后怎样呢 我想其实这个《星战》第七集 其实就是 跟我们现有的extended universe 某程度上也是一个平衡宇宙 基本上你又不能够说 那个平衡宇宙之间究竟有谁是正宗 谁是正宗 是的 但是是难拍的 因为它要选择 它要分叉出来多少 如果它偏离得太多 大家又可能觉得它很不正宗 完全改变了 但是如果它跟回 现在的extended universe 所有的一模一样的话 大家又会觉得 其实一模一样 你只要看小说 看科幻就行了 不用看新的电影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Disney很艰巨的任务 那其实呢 我们也想 就是最后我们也想说一下 其实对于Ray的身世 你刚才甚至碰过一下 一个迷团 是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理由 很多理由 我想我们大家第一时间 会想到的就是 它会不会是 Han Solo的女儿呢 就是Kylo Ren 可能去到某个位置 就会跟她说 I am your brother 是 你又砍了你的手 是 啊 又掉进洞 又掉进洞 好 接着有一只人造手 是人造手 是的 那就重复了 可能被人骂了 不过有另一个理由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她可能是 Obi Wan Kenobi的孙女 是 这是最新的理由 我第一次听到 都很惊喜 你怎么看 这个是很期待的 我想的 因为如果 现在这样铺牌 Ray看着Han Solo 被Ben Solo 就是Kylo Ren 杀死了 如果他是大家的兄妹 或者子弟 那就太重复了 另外你说 如果他 现在和Luke有见面 最后 给他一支 如果Luke和他是 父女 又好像已经出来了 浮上面了 但是如果他是Obi Wan Kenobi 那个女孩 或者是孙女 孙女 这个真是好 这个好爆 因为Obi Wan 是一年没出过来的 他消失了很久 我都有兴趣 他妈妈是谁 他是一只鬼 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 Obi Wan Kenobi 有没有搭洗头艇 上大路 表忌 有没有自己的方式 是什么 是 这是一个迷团 这个迷团 不知道会不会解开 不过如果这个迷团 真的这样去的话 应该挺过瘾的 是私生女 是的 私生戀 哈哈哈哈 好像瘋了 我们 这是强力的 对 对 强力的 都可以上大陆的 很难 很高难度 他可能是中间 还没死的那段时间 圣灵感人 童精女生下耶稣 哈哈哈哈 这个小心点 说一下 说一下笑 说一下笑 这个如果 如果Obi Wan 就是他的 爸爸 或者是爷子 他 就会解释到 为什么 Rai 在整部电影里 跟以前Obi Wan一样 我们看那个文章 有说的 就是Obi Wan 很少在好人里 是说 美国语言 新戏也是 Finn 他本身是英国人 但他都用美国口音 做他的角色 是 Pole也是用美国口音 做的角色 只有Rai 是说英语英语 这个会不会有点 在铺他 跟Obi Wan有关系呢 这个也是一个 值得考究 其实 Rai 是Obi Wan Kenobi的孙女 对于整部电影的意志 在哪里 不只是过瘾 那么简单 不是为了出现而出现 有些原因 是 这个我想大家 星球大战粉丝 会很感动 会哭出来 是 因为以前Obi Wan 是教黑武士出来的 他教Anakin 然后Anakin 最后就 扣落了 变成Sith Law 但他生了Luke 是 是 是 但现在Luke 反过来 他教了Rai 即是Skywalker 反过来 教了一个Kenobi 是 是一个 反过来 即是 怎么说 一个 怎么说 即是 他 报恩 报恩 报恩的故事 如果是星球大战粉 会觉得很感动 这个一定会 是 以切期待 以切期待Rai的身世 我们不是George Luther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其实 我们也要看电影才知道 下一集 Rai拿着轮子 看着Luke 五分钟都没有说过 是的 Rubé没有说话 Rubé 我没见过 起码两人 两人面对面 眼望眼 是不说话这么久的 所以 这是有些玄机 然后Luke 他跟他说 究竟是谁是他的父 希望 可能 可能 好了 我们大约 都说到差不多了 至于第八集 什么时候 我们都在等 两年 两年之后 2015 2017年 可以看 或者我们到时 再开机 来 聊天 现在就先说到这么多 希望可以 下次再和大家 再会面 是这样 拜拜